目录 一中天中华史 总续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一天下大事 二历史谜团 三伊斯兰 四西方 五中华 六关键时刻 俘虏 达读者 一中天中华史 祖先第一章 下娃造反 创世 女娲的前身 走进伊甸 为什么是裸原 与上帝合谋 第一次革命 第二章 女娲灯毯 死对头 灵魂是个流浪汉 娲女神 月亮不说 作证还是作案 嫦娥的私奔 第三章 福西社局 日出十分 天下第一处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披着羊皮的蛇 做爱 以神的名义 凌晨五点 第四章 炎帝东征 炎帝是谁 正人敌俄你所思 图腾住 竖起来 牧羊鞭与指挥刀 蛇的第二次出场 谋杀与强奸 第五章 皇帝出场 皇帝不姓黄 身世之谜 拐点 用什么摆平江湖 战神吃油 风斩龙旗如画 第六章 姚顺下课 真有姚顺吗 部落大联盟 善让还是夺权 杀鸡暗藏 死里逃生 最后一班港 后继 破兵之旅 以中天中华史 国家 第一章 国家与人 上帝敲了回车键 没有后悔要 分道扬镳 小人之邦 公民与臣民 中华的惆怅 第二章 城市跟你说 国家与城市 大屋顶 此时无墙胜有墙 民主的模样 君主的来历 殊途同归 第三章 从雅典到费城 民主是个意外 山那边是海 一刀两断 走向平等 衰落于复兴 费城对接雅典 第四章 谢绝宗教 我们不是幸存者 翻过喜马拉雅 有光就有影 巫术的儿子 没有国界的国家 天上人间 第五章 告别图腾 神有尼罗河 成败都是他 法治罗马 并非图腾的图腾 认祖归宗 家天下 第六章 闯得一灰红灯 起飞善让 老调子已经唱完 谁代表中国 甲骨文鱼青铜器 天命玄鸟 不能再胡闹了 后继 寻行日志 复录 以中天中华史 奠基者 第一章 生于忧患 胜利者的惊悚 惊畏之间 农村包围城市 新政权面临危机 天命于授权 偷天换日 第二章 定阴谷西边的太阳升起来 不能重蹈覆辙 以人为本 以德之国 看得见的力量 重新安装系统 第三章 西周大封建 山鱼以来 一剑三雕 不仅仅是统战 邦国制度 我们的田野 封建是一种秩序 第四章 天下为家 敌长子 好大一个家 鸡州诸事会社 重大失误 君子与小人 算盘未必总如意 第五章 两个基本点 爱国贼 好大一张网 便宜了谁 天子一号乐团 权力与义务 中国情人节 第六章 根本所在 黑名单 斯芬克斯之谜 文化内核 无神的世界 空头支票 你要不要 大盘点 后继 时间开始了 一中天中华史 青春志 第一章 刺客 复仇者 谁该去死 拔出你的剑来 行刺 还是演出 杀手情 这样的女人和男人 第二章 情人 有物下机 正国女孩 风流 本非罪过 不幸与万幸 情种乌尘 赖不到神头上 第三章 战士 极品战俘 风采 风骨 风度 军事奥林匹克 好男才当兵 环球童此高贵 难言宋香功 第四章 人臣 老爹退下 血案早已发生 又企图到 我不讨 怎么都得死 再说君臣 第五章 使节 若国岂能无外交 凶险的婚礼 枪杆子里面出说法 硬汉 书孙报 两手都要 如果战败 第六章 鬼神 人有病 天知否 迟到的应验 信不信有你 神就是人 山鬼与女巫 因此我们无信仰 后继 年轻就是好 复录 一中天中华史 从春秋到战国 第一章 获起萧强 窝里斗开始 姑息原本未养奸 使君第一案 又杀了两个 天子挨打 霸主就要来了 第二章 武侯争霸 管众向起 尊王于壤仪 满一只帮 除 不战而霸 真霸主禁闻 准霸主秦牧 第三章 南方崛起 九头鸟 血染的霸业 两笔账 和驴法楚 夫插王国 勾建灭武 第四章 李怀岳崩 南方 北方 黄河 长江 资产正改 鲁国正变 田臣代齐 三家分禁 第五章 商量变法 世道变了 天子没了 这错不该犯 只能霸道 从此血腥 为谁改革 第六章 何纵连横 赌棍苏秦 骗子张仪 时刻逢欢 商人吕不韦 这是什么时代 谁来回答中国 后纪 这格子不好走 附路 义中天中华史 百家争鸣 第一章 这世界有救骂 天子见 孔子的遗志 儒家的药方 莫子 不要仁爱要奸爱 庄子 不救才有救 韩非 治国还需树人见 第二章 哪个社会好 为了正义 为了公平 莫家社会主义 两种无政府 无为的专制 平等导致了独裁 儒家小康社会 第三章 军权 民权 人权 国王培训班 无民权 就革命 守住你的王冠 人之出特务 一毛不拔错了吗 人权宣言 第四章 活着为什么 我的人生与你无关 要做就做大丈夫 为行义 活见鬼 天命于使命 没用才好 若为自由故 第五章 生存之道 弱者生存 兵道与兵法 两种活法 两种道 中庸与反调 君子当自强 死期就在眼前 第六章 制度与人性 人是靠不住的 孟子 人性向善 荀子 善能圣恶 韩非 人性本恶 德智还是法智 没有结论的争鸣 后继 能做和博也不错 父录 一 天下大事 有理由认为 未来的世界舞台 将是三大文明唱主角 哪三大文明 西方现代 伊斯兰 中华 是这样吗 是 请看世界地图 如果用不同的色彩来表示不同的文明和文明圈 比如西方蔚蓝 伊斯兰碧绿 中华明皇 那么也可以用黑色表示非洲 咖啡色表示印度 者皇表示蒙古和南亚佛教国家 灰白表示其他 至于斯拉夫 拉美和现代日本则都是紫色 只不过斯拉夫偏红是红紫 拉美偏蓝是蓝紫 日本偏粉是粉紫 文明的版图 五彩缤纷 绚丽斑斓 斑斓也不奇怪 因为文明是有色彩或色调的 最先出现的是黄色 土地的黄 这就是大陆农耕文明 比如埃及 苏美尔 印度的哈拉巴 中国的夏 这些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文明 因此要么在大河两岸 要么在冲击平原 要么再入海口三角洲 比如北非尼罗河流域 东亚黄河流域 南亚印度河流域 西亚两河流域 那里有着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 很容易把采集经济变成农业经济 也很容易把聚落变成城市 其次出现的是蓝色 大海的蓝 这就是海洋工商文明 比如地中海岸的犹太 地中海岛的克里特 爱秦海岸的希腊 辽阔的海域 强劲的季风 让他们扬帆远航 建立起跨地区 跨民族 跨国际的商品经济 也建立起蓝色的文明 起先蓝色文明是弱小的 但欧洲文艺复兴以后 西方世界勃然兴起 现代文明席卷全球 蓝色交响曲 变成为近现代文明史的主旋律 收割古物 绘画 公元前1300年 出土于埃及墓穴 公元前8000年 被驯化的古类作物 在伊拉克底格里斯河 与又发拉底河之间的 新越地区得到普及 而后 又在埃及的尼罗河沿岸 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 及中美洲的河谷得到种植 土为埃及人正在收割金光闪烁的成熟麦子 通过农业 人类得以实现对自然的支配 第三种是游牧商贸文明 创造者则是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 贝都因的意思是草原牧民 而游牧民族原本是最难建立文明的 因为文明的前提是定居 所以 最先出现的文明 一定由最需要定居的农业民族来创造 其次才轮到既有刑商又有作家 还要有作坊的商业民族 至于游牧民族 每到春天和秋天 就要卷起帐篷转场 掀起到下牧场或冬窝子 他们也不喜欢定居 而更愿意骑在马上 唱那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欧洲最早的文明出现在克里特 爱琴海南端入口的一个狭长岛屿 克里特是航海民族米诺斯人的家园 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开始 他们建立了一个以航海贸易为基础的帝国 米诺斯海员充分利用 他们在地中海上的战略位置 将商路延伸到埃及、利比亚、巴勒斯坦 小亚西亚、希腊大陆和爱琴海上的诸岛 他们的许多贸易站点 发展成为完全独立的殖民地 将米诺斯的影响 扩大到整个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 因此一般来说 游牧民族只能作为外来户进入文明 比如来自叙利亚草原的阿卡德人 来自迦南地区的西克索斯人 来自蒙古草原的蒙古人 事实上西克索斯的本意 就是牧人之王或外邦之王 这就只能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更上层楼 比如征服了埃及的西克索斯人 就站在金字塔的基石上 而征服了宋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 则被汉化和伊斯兰化 游牧的贝都因人 从沙漠中来到卖家有拱顶的店铺中 与卖家当地的商人进行交易 远处是天房卡尔白 在穆罕默德时代 卖家的主要产品是羊毛与皮革制品 还有一些供过网商队使用的食用品 如装水或油的皮囊 然而阿拉伯半岛上的贝都因人却是例外 因为这些牧民很早就从事商贸活动 他们的商队之大 骆驼可多达一两千只 还有标客护驾 于是当他们团结在新月旗下 建立起自己的宗教中心 麦加和政治中心 麦蒂娜时 一种稳定而持久的新文明就诞生了 这就是伊斯兰 它当然是绿色的 草原的绿 现在很清楚 人类文明有三种类型 大陆农耕 游牧商贸 海洋工商 中华 伊斯兰 西方 则是这三种类型的三个代表 天下大势 一目了然 问题是 世界的态势 何以如此 未来的走向 又将怎样呢 这当然是只能从长记忆 慢慢到来的事情 但总体上说 有着色彩或色调的文明 是液态的 液态的文明都会有自己的泉沿或源头 比如苏梅尔 孟非斯 雅典 罗马 耶路撒冷 麦加和麦迪纳 如果文明的泉水充分地涌流 就会慢慢地也默默地渗透 弥漫 吸取 交汇 融合 把原先散落在各地的文化点 文化面 文化片 文化圈 都圈起来 形成文明圈 如果这圈子足够大 可以超越国界 包容或影响不同种族或民族 让他们有了共同的气质 那么 这种文明就是世界性的 比如当年的罗马和汉唐 后来的伊斯兰和西方 另一种则是区域性或民族性的 印度文明 就是区域性的 不论种族论地区 斯拉夫文明 就是民族性的 不论国家论民族 日本文明 则既是区域性的 又是民族性的 一国一族一文明 因此 不大可能有其他国家和地区 被日本化 印度化 斯拉夫化 过去没有 将来也难 至于犹太文明和佛教文明 则是另一番景象 当以色列犹太王国存在 或佛教在印度的孔雀王朝 被封为国教时 这两种文明也是液态的 然而 一旦失去根据地 他们就气化了 气体总归不如液体稳定 所以犹太人一定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 但气体也可以染色 所以亚洲北部的蒙古 亚洲南部的泰国 缅甸 老挝 柬埔寨 文化相译 却同为者黄 当然 即便是区域性或民族性的文明 也可以有世界性影响 只要它足够优秀 足够先进 足够强大 有让其他民族刮目相看的过人之处 想想看吧 东汉未进以后的印度 鸦片战争以后的日本 十月革命以后的俄罗斯 改革开放以后的韩国 对我们产生了多少影响 这是要认账的 液体 可以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然而不同的文明圈 人口 面积 影响力和知名度 总归不一样 在国际社会和人类历史中的责任 义务 担当 也不一样 在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影响和作用 恐怕就更不一样 这就好比同样是水 都能养鱼 却有的是海 有的是湖 有的是河塘 尽管那河塘中月色颇佳 而且风情万种 文明 平等 而又有量级 因此 如果综合考虑上述因素 那么 全球文明就可以分为三个世界 哪三个世界 第一世界是西方现代 伊斯兰 中华 第二世界综合排名为斯拉夫 印度 非洲 日本 拉美 犹太 第三世界包括朝鲜 蒙古 东南亚等等 第三世界的作用相当于古事中的散户 大鳄则是前三家 中华的位置赫然在目 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文明是有意志的 文明有意志 就像宇宙有目的 宇宙的目的就是人 文明的意志 则是为全人类找到谋求幸福的方式和途径 正是这一意志 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蜿蜒曲折和波澜壮阔 当下世界的丰富多录 当下世界的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 未来全球的天下大事与何取何从以及谁将是带头大哥 那就一一到来 二 历史谜团 文明来自野蛮 野蛮时代的人类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生自灭的 他们建立的首先是文化点 这就是原始群 本书称之为夏娃的时代 如果这种文化能够存活并得到发展 就会壮大为文化面 这就是氏族 本书称之为女娃福系的时代 不同的文化面 由于自身的裂变和扩散 以及相互的影响和交融 又会连成文化片 这就是部落 本书称之为炎黄的时代 不同的文化片 由于迁徙 联合 兼并 战争 则会形成文化圈 这就是部落联盟 本书称之为尧顺的时代 这是为了安全 自由和身份认同 群居的人类 开始把聚落变成城市 把部落变成国家 从野蛮时代 过渡到文明时代 这个过程简单地说 就叫点 面 片 圈 国 分水岭 是国家的诞生 或者说 文明的标志是国家 国家的标志是城市 以此为界 人类历史被猜为两节 之前叫史前史 之后叫文明史 时间开始了 成功与挫折 光荣与屈辱 升华与堕落 也开始了 请看历史年表 本界人类共有七千年文明史 分为三代 第一代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 西方学术界称之为古代文明 其中最古老的是埃及和苏梅尔 都发生在五千多年以前 苏梅尔 再加上后来的阿卡德 巴比伦 亚树 统称梅索布达米亚 梅索布达米亚是希腊语 意思是两河之间 即右法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 所以苏梅尔 阿卡德 巴比伦 亚树 也叫两河文明 苏梅尔和埃及 是人类文明的先行者 当曙光在两河之间 和尼罗河流域出现时 世界绝大多数地区 还是一片蛮荒 大约要过一千年 哈拉巴文明 才会在印度河流域出现 再过五百到八百年 克里特和夏文明 才会在爱琴海域 和黄河流域出现 哈拉巴 克里特跟我们基本同时 是同龄人 那时 埃及人早就建起了金字塔 和师生人面相 苏梅尔人 也早在吟唱他们的史诗 作为文明 克里特也叫米诺斯 哈拉巴也叫印度河 印度河文明跟印度文明是两码事 而且八杆子打不着 前者是达罗皮图人创造的 后者是亚利安人创造的 之间还有几百年的空白 苏梅尔 埃及 哈拉巴 克里特 克里特 再加上中美洲来历不明的奥尔梅克 便号称六大古代文明 第二代叫古典文明 其中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 中美洲的玛雅文明 以及希腊 波斯 罗马 都发生在公元前 是后来人 拜占庭 日本 阿拉伯 俄罗斯在公元后 是年轻人 第三代叫现代文明 主要指西方 这是文明史上的新兴人类 其功过上代评价 其前途则未可限量 六大古代文明示意图 人类文明在两河之间 及尼罗河流域最先出现 大约两千年后 华夏文明在黄河流域诞生 此时的埃及人 已经建起了金字塔和尸身人面相 虽然华夏文明不是最古老的 却是唯一一个 从古至今 绵延三千七百年 没有断绝的文明 这就叫三代文明 三代文明有三个代表 代表第一代的是中华文明 代表第二代的是伊斯兰文明 代表第三代的是西方现代文明 因为第二代文明中 玛雅 希腊 波斯 罗马 拜占庭都纷纷退场 印度 日本 俄罗斯又不具备世界性 第一代文明 先行者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烟消云散 同龄人克里特 哈拉巴 奥尔梅克不知所终 从古到今延绵不绝的 只有中华 六大古代文明 我们硕国仅存 这是一个奇迹 却是事实 事实上 从夏商周到元明清 再到近现代 我们从来就只有一个民族 一种文明 只不过这民族不断在壮大 甚至混血 这文明也不断在发展 甚至整容 但既没有代沟 更没有空白 某些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 不但老早就有 而且基本不便 家国议题 下就是 祖宗崇拜 商就有 宗法制度 从西周延续到明清甚至民国 语言文字 生活习惯 人际关系 文化心理 要么始终如一 要么万变不离其宗 而且不管是谁 只要属于这个文明 哪怕漂洋过海 背景离乡 改变国籍 嫁娶洋人 也仍是Chinese 到头来还得认祖归宗 心中也永远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所谓中华文明中断 请问从何说起 但没有中断 却有衰减 也有变异 公元751年的达罗斯战役 以及四年后的安史之乱 也许是一个分界点 大唐帝国对外败于阿拉伯 对内亡于翻证割据 中华文明 投向外部世界的目光 从此收了回来 下的质朴 上的绚烂 周的儒雅 汉的强悍 唐的开阔 全都变成了明日黄花 时代风气由宋的纤细 圆的空灵 直至明的世俗 清的官腔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 伪尽六朝的思想解放 自然也风光不在 明末清除后 鸦片战争前 中华再无思想家 对人类文明 也再无像样的贡献 人们津津乐道 自我陶醉的 是何周记 病美管 鼻烟壶 以及三寸金莲 只有红楼梦 和那蓝词 敏感地唱出了 漠世的晚歌 那是一种 行也无聊 醉也无聊 梦也合曾到 泄桥的无奈 下坡路上 没人杀得住车 当然 这下坡路 缓慢地走了 一千多年 其间既有一蹶不振 也有路转峰回 就在中华文明 起伏跌宕的 盛极而衰之日 伊斯兰文明 却欣欣向荣 从公元830年 到930年 也就是中国的 晚唐五代时期 在阿拉伯帝国 哈里发的 大力资助和倡道下 对其他民族文明成果 大规模 有组织长时期的 翻译推介活动 以巴格达为中心 全面展开 史称百年翻译运动 正是这一壮举 使古希腊典籍 得以完整保存 为欧洲的崛起 提供了指路明灯 也就是说 文艺复兴时期的 伟人们能高瞻远瞩 把知识的边界 往前开拓 就因为 站在伊斯兰世界巨人的肩膀上 伊斯兰 是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 然而历史的不可捉摸 却也正在于此 没错 在伊斯兰文明展开 双翅自由飞翔那会儿 欧洲大陆 还处于中世纪的盟位状态 国王和贵族 甚至目不识钉 可是 当西方现代文明后 发制人 风起云涌之时 伊斯兰世界 却跟我们 跟世界大多数民族一样 茫然失措 甚至懵懂无知 也许 那时谁都没有想到 通过文艺复兴 接过了古希腊火种 点燃了新时代火炬的西方世界 后来竟会雄霸了 全球文明的话语权 难道天底下 真有风水轮流转一说 这是一个谜团 算一笔账可能是必须的 从二里头一指算起 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 从麦地纳建国算起 伊斯兰文明一千四百年 从但丁和伯加丘算起 西方现代文明六百六十年 越是后起之秀 越是迅猛异常 这可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但不意味着把前浪拍在沙滩上 只能称之为传递接力棒 后来者居上 也就是说 中华 伊斯兰 西方现代文明还代表着三个时代 不妨略作回顾 众所周知 世界性文明的出现 是从公元前二百多年开始的 事实 罗马称霸地中海 秦汉一统大中化 形成当时最大的两个文明圈 但到中国的南北朝时期 罗马文明陨落了 于是汉与罗马的双雄并致 变成了唐文明的独占凹头 唐代的长安 众望所归 四海主墓 八方来朝 因此 汉唐七百年 可以说是世界文明的中华时代 中唐以后 唐宋文明与伊斯兰日月齐灰 但我们西洋无限好 人家心悦正当时 真主和先知的声音如同绿色的泉水 滋润了整个西亚 大半个非洲 部分南亚 然后飘洋过海远达印度尼西亚 这一空前盛况持续了数百 甚至上千年之久 时间之长不须于汉唐 整个中世纪 都是伊斯兰的时代 事实上 直到1792年 奥斯曼帝国戈让克里米亚 伊斯兰文明才真正走向衰落 也就在这一年 乾隆皇帝撰写了 十全纪炫耀他的十全武功 其实这时 英国早已进行了光荣革命 美国和法国也先后发表了 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 显然 如果说在西方勃然兴起之前 中华文明还老有所为 伊斯兰文明也方斤为爱 那么 此后的岁月 便没有争议的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时代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三代文明潜伏后继 三大文明此地辉煌 这里面难道没有文章 同为世界性文明 罗马黯然神伤 中华远远流长 这里面难道没有奥秘 当然有 那就问个究竟 三 伊斯兰 先说伊斯兰 伊斯兰无疑是成功的 从公元622年 伊斯兰教立元年 穆罕默德在麦地纳建国 到成为世界性宗教和世界性文明 只用了短短100多年 到达罗斯战役之前 阿拉伯帝国已横跨亚非欧 东至聪林与大唐接壤 南达北非 西与法兰克王国为领 把叙利亚 伊拉克 伊朗 阿富汗 埃及 利比亚 突尼斯 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西班牙 印度北部和整个阿拉伯半岛 都置于新月旗下 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户 这可是先前只有亚历山大和罗马人 才能做到的 不过 亚历山大并没有建立起马其顿文明圈 罗马文明圈也在西罗马帝国终结后崩溃 然而 公元1258年 忽必烈攻打鄂州那年 阿拉伯帝国被蒙古军队灭亡 伊斯兰文明却并没有因此而毁于一旦 反倒星火燎原继续弥漫 直到18世纪才停住脚步 这又是为什么 有人说是因为信仰 是这样吗 可能是 的确 马其顿人是没有信仰的 然而所有的穆斯林都相信 安拉是唯一的真神 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此外 还信天使 信经典 信后世 信前定 正是这些坚定不移的信仰 把他们凝聚起来 共同创造和维系着自己的文明 古兰经 开篇 伊朗 公元17世纪 古兰意为宣读 共有114章 与旧约 圣经的内容很相似 但古兰经却被称为天书 穆罕默德认为 仅有阿拉伯文的古兰经 没有俄误地记录下真主的话 这也是古兰经 不能译成其他语言 而只能加以注释或解经的缘故 运用在建筑上的古兰经 西班牙建筑 雄北的阿尔罕布拉宫 是西班牙格拉纳达的摩尔王朝 所建造的宫典 这扇阿尔罕布拉宫的窗户 四周是阿拉伯书法艺术的典范 由已将古兰经的经文 作为装饰最为特别 浮雕 绿雕和彩绘瓷砖 将建筑烘托的金碧辉煌 但这样说有问题 罗马人也有信仰 怎么没能保住罗马文明 犹太人有最早的一神教 印度更是宗教大国 犹太和印度文明 为什么没有世界性 不妨一一看来 印度的问题最容易回答 他们从来就没有过 统一而持久的宗教和信仰 孔雀王朝信佛 极多王朝信婆罗门 突厥人的德里苏丹王朝 蒙古人的莫沃尔王朝 则都信伊斯兰教 现代印度更是婆罗门 伊斯兰 佛教 齐纳教和西克教多元并存 就像一杯鸡尾酒 如此多元多变多种族 保住自己一属不易 哪里还能走向世界 于是就连是否存在统一而连续的印度文明 都至今没有定论 罗马的问题也不难回答 文明诞生于宗教之前 当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时 罗马人已经有了800年的国家史和文明史 离西罗马帝国灭亡则只有一百多年 二者岂能共存亡 相反 伊斯兰却是先立教 后建国 有宗教才有文明 所以 罗马文明终于陨落 伊斯兰文明却长生不衰 更重要的是 与文明一起诞生的伊斯兰 既是关于天元的 来世的 末日的宗教 也是关于人间的 现世的 当下的伦理 这正是他们的独到和过人之处 是的 犹太先知获得了神的启示 释迦牟尼悟导了正等正觉 柏拉图知道了绝对理念 基督耶稣就赎了人类原罪 孔夫子则安排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但这些伟大的智者 要么在此案 要么在彼岸 自由往返于天上人间的 唯有穆罕默德 事实上 穆罕默德创造 穆斯林们共同建立的 不仅是宗教意识和信仰体系 更是社会制度 生活方式 文化形态 历史传统 甚至时代特性 古兰经和圣训 不但昭示着过去和未来 而且直接指导着人们的意识住行 言行举止 生活方式 这样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是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 才做到了的 但儒学不是宗教 也不跟华夏文明同时产生 文明与宗教同格起源 同步诞生 同为发展 宗教信仰与文化精神 终极关怀与世俗社会融为一体 这是世界上的唯一 但犹太文明不也与此相似吗 没错 犹太教的建立 虽非建国之初 却在复国之时 即巴比伦之球以后 因此 犹太人的文明 也可以说跟宗教相同不 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 也融为一体 可惜犹太教有一个问题 就是蒋特选 所谓特选 即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 是上帝特别挑选出来的优等生 这个观念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不能不讲 而且正因为蒋特选 失去祖国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才能维系自己的文化 凝聚成同一个民族 但这样一来 犹太文明要想具有世界性 就十分困难了 可谓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伊斯兰则不同 既讲特辞 也讲普辞 所谓特辞 就是安拉对穆斯林特别慈爱 所谓普辞 则是安拉对所有人都很慈爱 这就既有亲属远近 又能一视同仁 结果便走向了世界 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 其实 伊斯兰文明的世界性品格 正在伊斯兰精神 这种精神的核心 就是真主固有的至人至词 阿拉伯语叫拉赫曼和拉西姆 所以 个人信真主 内心就安宁 人类信真主 世界就和平 顺从真主 安放心灵 谋求和平 这就是伊斯兰的本意 顺从真主 且实施善行者 就叫穆斯林 是的 本意 因此真正的穆斯林 必须热爱和平 尊重生命 关心他人 比方说 反对自杀 因为生命是安拉富裕的 必须封摘 因为还有其他人在挨饿 可以正当防卫 不能虐待敌人 雄追猛打 因为真主不喜爱过分者 也不喜欢杀戮 事实上所谓 吉哈德 阿拉伯语之号 是不能翻译为圣战的 他的原意是奋斗 权意是为主道而奋斗 并不特止战争 为抵抗侵略而战 只是小吉哈德 奉主命 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 安拉喜悦的人 才是大吉哈德 同样 至人至词 就公平公正 也自由平等 大度宽容 比如到清真寺做礼拜 谁去得早 谁就在前面 因为在真主面前 只有先来后到 没有贵贱尊卑 又比如 有条件婚娶的必须结婚 但必须双方自愿 即便是奴隶也不能强迫 至于以宽容务实的态度 对待其他文明成果 不惜重金翻译推介 更不足为奇 显然 伊斯兰精神来源于信仰 又超越了信仰 正是靠着这种精神 伊斯兰文明润无锡 无声般的从阿拉伯半岛 弥散到世界各地 就连征服了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 也被伊斯兰化 事实上 伊斯兰文明虽然在早期 在西亚 北非和欧洲地区 靠武力传播 但在后期 在东南亚和中国内地 不包括新疆 就主要靠商贸 比如阿拉伯人 从未征服过印度尼西亚 印尼却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成为世界性文明 不是没有原因的 于是 当希腊罗马先后推长 中华帝国收缩内廉 印度佛教远走他乡 欧洲大陆不见天日时 使穆斯林在整个中世纪高举文明的活距 承担起连接东西方的责任 为今天的世界格局奠定了基础 之后 便轮到西方人登场了 四 西方 西方是在阿拉伯人搭建的平台上起跳的 然而轻轻一跳 就职上重消酒 联省共和 军主立宪 联邦宪法 人权宣言 一系列的历史事件 看得人眼花缭乱 蒸汽机 发电机 照相机 计算机 一系列的创造发明 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时至今日 你还能想象 没有西方科技发明和文明成果的生活吗 几乎人人都在穿牛仔裤 看好莱坞 吃快餐 用电脑 打手机 西方现代文明 无庸置疑的最具世界性 问题指在为什么 比方说 也是因为信仰吗 否 毫无疑问 西方文明也有宗教的底色和背景 而且也是一神教 但西方文明 却不能叫基督教文明 正如拉美不能叫天主教文明 斯拉夫不能叫东正教文明 因为在西方世界 宗教和信仰都不是最重要的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便明文规定 联邦议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 哪怕是信众最多的基督教也不行 那么 西方人更在乎什么 自由 美国独立宣言 为北美洲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宣告自大不列颠王国独立 并宣明此举正当性的文告 宣言的原件由大陆会议出席代表共同签署 并永久展示于美国国家档案馆 是美国最重要的立国文书之一 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好 民众也好 媒体也好 最为着力保护的并不是宗教信仰 而是信仰自由 这个自由包括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 更包括不要信仰 什么都不信 什么教都不入的自由 也就是说 自由比信仰更重要 若为自由雇 信仰一颗抛 为什么呢 因为自由是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才是西方文明的关键所在 的确 如果说穆斯林弘扬的是伊斯兰精神 那么西方人看重的就是普世价值 具体的说 就是独立 自由 平等 此外的人权 法治 民主 共和 宪政 则不是 人权和法治是观念 共和与宪政是制度 民主则既是观念也是制度 他们都不是价值 而是价值的体现 以及实现这些价值之最不坏和最可行的途径 这是过去一直是胡读账 现在不能不算清楚 独立 自由 平等这三大核心价值 是文艺复兴以后被重新发现的 尽管他们在古希腊文明中已初见端倪 但真正成为西方国家的全民共识和朝野共识 仍然费了不小的功夫 然而一旦确立 西方现代文明便腾空越起 是这样吗 是 一般都认为 西方经济发达科技进步 是因为制度先进 优越 完善 比方说 著作权法和新闻出版法保护了知识产权和言论自由 科技当然进步 合同法和反垄断法保证了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 经济当然发达 问题是 这些制度为什么能够建立 而且能够实行呢 就因为制度背后有观念的支持 比如这是我的小婆屋 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不能进 比如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 但我宁愿牺牲生命 也要捍卫你说出这一件的权利 这些观念被广为传播 早已深入人心 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江湖大佬 都不敢顶峰作案 冒天下之大不为 制度的背后是观念 观念的背后是什么 价值 比方说 因为尊重独立 所以要保护隐私 因为崇尚自由 所以要保护言论 因为坚持平等 所以要保护民权 这才有了人权观念 法治意识 创新机制 保障体系 有了自由贸易 公平竞争 权力制衡 舆论监督 有了一系列的观念和制度 而且能够落实和执行 价值 观念 制度 是一种由理到外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 西方现代国家能够勃然兴起后来居上 创造出当今世界最强大 最强势 最强悍的文明 就因为他们把这个逻辑关系弄清了 理顺了 夯实了 建构成浑然一体的东西 西方现代文明的秘密 昭然若揭 但 如果把西方文明看作普世文明 把独立 自由 平等说成普世价值 则大错特错 不可否认 明确说出独立 自由 平等的概念 应该归功于西方人 为他们找到目前为止 最不坏和最可行的实现途径 也是西方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 说这些制度和方式 我们或其他民族先前也有 都不过自作多情 同样不可否认 普世倾向也好 普世主义也罢 其实 大多出于善意 甚至是一种情怀 由此情怀并不奇怪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 好东西就该与人分享 几乎是人类的共同心理 好作品和好商品会有口碑 原因就在这里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 但凡先进文化的代表 都或多或少会产生普世情怀 华夏文明续日东升时 对待周边民族 东夷 南蛮 西戎 北迪 就是这种态度 当时的说法叫化成天下 翻译为现代汉语 岂不就是普世 然而在先进的文明 也不能有居高临下 为我正确的优越感 哪怕这优越感 被看作或说成是使命感 也就是说 你有好东西 可以展示 不能炫耀 你有好办法 可以介绍 不能强加 你有好主意 可以建议 不能指挥 所有的决定 都得别人自己来做 如此 才符合独立之思想 自由之精神 对 己所甚欲 也务施于人 实际上 无论哪种文明 都只是人类文明之一种 没谁是普世的 如果西方的价值 可以叫做普世价值 那么 伊斯兰精神 岂非也可以叫普世精神 何况中华 斯拉夫 日本 印度 拉美 非洲等等 也都有自己的价值和精神 如果大家都是普世文明 都有普世精神和普世价值 请问还有普世吗 如果别人的都不是 只有你是 请问凭什么 所以 普世文明是不通的 普世价值是不对的 普世概念 最好不用 那叫什么 共同价值 世界上有共同价值吗 有 因为人性相通 比如儒家讲仁爱 墨家讲坚爱 佛教讲词爱 基督教讲博爱 伊斯兰教讲拉荷曼和拉西姆 至人至词 都主张爱 可见 爱 包括爱别人和被人爱 给予爱和接受爱 是共同人性 有共同人性 就会有共同的理想 共同的追求 对于是非善恶 也会有相同的判断 判断的背后 则是共同的价值和价值观 是的 我们勤劳 我们勇敢 独立自由 是我们的理想 事实上 在七千年的文明史中 世界各民族 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实现 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由此构成了 人类文明的绚烂多姿 可谓共同追求 各自实现 因此 文明应该求同 文化可以存益 未来世界 出现的将是这样一种 求同存益的第四代文明 它将不再由民族 地区或宗教来命名 而应该叫做人类文明 也因此 我们的原则应该是 人类文明 共同价值 实事求是 推进共识 换言之 重要的不是普世 而是共识 五 中华 达成人类共识 不能没有中华的声音 中华的声音很遥远 也很亲近 很清晰 也很模糊 是啊 当它穿越三千七百年的时空 在耳边回荡时 我们知道 它的主旋律和关键词吗 我们能用简简单单一句话 说清楚 什么是中华根 中华梦 中华魂吗 有点难 为什么难呢 只原生在此山中吗 过去是 现在不是 现在 我们有了全球视野 可以用世界各民族的文明 做参照系 应该看得清楚呀 可惜越是比较 就越不明白 因为中华文明实在与众不同 比方说 没有宗教 也没有信仰 宗教和信仰重要吗 非常重要 请大家想想 人类为什么要发明宗教 要有信仰 有两个原因 从根本上说 信仰是人的生命本能 是为了寻找灵魂的源头和归宿 从现实需求讲 任何人都需要安全 自由 身份认同 宗教和信仰 恰恰就能实现这些需求 甚至比国家做得还好 神的保佑和庇护 给人安全感 心灵与上帝或安拉同在 给人自由感 基督徒或佛教徒的名义和名分 实现身份认同 难怪全世界的穆斯林 都要誓死捍卫 唯一的真神和最后的先知 非如此 他们不能安身立命 非如此 他们不知此身何属 何况宗教和信仰是没有国界的 因此 要想成为世界性文明 最便当的方式 莫过于借助宗教和信仰 西方文明如此 伊斯兰文明就更是如此 为此 他们甚至还需要logo 比如十字架和新月星 然而所有这些 我们都没有 至少 汉民族没有 当真如此吗 当真 什么是宗教 宗教就是以信仰为中心的 一整套价值系统 观念体系和行为准则 什么是信仰 信仰则是对超自然 超时俗之存在坚定不一的相信 比如上帝或真主 这样的存在 不属于自然界 不能靠科学实验来证明 也不属于人类社会 不能靠日常经验来证明 没办法 只能信仰 所以德尔图梁 Tertullian 大主教说 正因为荒谬 我才信仰 这样的存在和命体 我们从来不曾有过 我们之所相信 或者是自然的 如荀子的天 或者是世俗的 如墨子的义 或者既是自然的 又是世俗的 如孔子的命 就连老字的道 周易的义也一样 所以周易和老字 可以用来搞政治 办企业 买房子 炒股票 上帝或安拉 也管这些吗 不管 没错 我们后来也引进了佛教 发明了道教 却从来都不曾 真正成为全民信仰 中国人也信佛 信鬼 信风水 却其实心耳不仰 从玉皇大帝 到土地公公 都可以是调侃的对象 西游记 更是拿出神诸佛 大开玩笑 这些神佛 也厚颜无耻的 纵徒行凶 还振振有词 这种态度 跟当年的古希腊人 颇为相似 同样 中国人也拜神 拜仙 拜菩萨 却其实 养而不信 佛寺道观 多在深山老林 求钱问卦 只为欺负消灾 三跪九寇 不过力行公事 所谓 信则灵 其实是不灵就不信 信不信 只看灵不灵 所以 汉民族的信 从来就没有定准 祖宗 菩萨 胡仙 官老爷 太上老君 甚至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 都可以被一世同仁地 请进神堪 行礼如頤 只不过得各司其制 考大学 拜文昌 生孩子 求观音 买房子 看风水 只要能给自己 带来实际上的好处 我们是不忌讳 改换门庭的 这也好意思叫信仰 也只能叫崇拜 对 有鬼神无宗教 有宗教无信仰 其他民族 由宗教和信仰 来发声和维系的 我们靠别的东西来实现 同样 我们也没有logo 龙和太极图 都不是 奇怪 这也没有 那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中华靠什么成为 世界性文明 方式 文明是需要方式的 价值和精神 只有体现为方式 才是鲜活的 现实的 有生命的东西 事实上 自此告别了 殷商的乌鬼文化 从西州开始 我们民族 就一直靠着 自己独特的方式 创建和维系文明 正是这些 与其他民族 大相异去的方式 以其独特魅力 和成功经验 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使者 僧侣 商人和留学生 他们来到长安 开封 北京 留下胡家藩武 带走瓷器茶叶 也带走 对中华文明的 仰慕和理解 哪怕那理解不过 生吞活泼 胡伦吞藻 甚至就连用筷子吃饭 也被学了过去 更不用说语言文字 书画建筑 典章制度了 那么 中华文明的方式是什么 方式是涵盖了 诸多方面的 比如 男更女之的经济生活方式 四十同堂的家庭结构方式 君臣父子的社会组织方式 称兄道弟的身份认同方式 家国一体的政治管理方式 后面这一条也许至关重要 的确 如果说伊斯兰文明的关键是 政教合一 那么中华文明的要害 就是家国一体 君臣如父子 四海皆兄弟 民族大家庭 父母官 子弟兵 兄弟单位 整个文明圈内的一切关系 包括人与人 也包括人与自然 都靠血缘和泛血缘来维系 这就叫以人为本 但不是个体的独立的人 而是群体的血缘的人 以人为本 就不会以神为本 也就不会有宗教 有信仰 而且不需要有宗教 有信仰 实际上中华文明的特点 就是以祖宗代上帝 以圣人代神器 以道德代法治 以刚常代信仰 由此体现出来的 则是人本精神 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 这是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 显然 方式的背后是有精神的 精神的背后也一定有价值 事实上 任何一种文明 如果能够风雨沧桑 而延绵不绝 果子里就一定有核心价值 西非民族主义先驱布莱登 便认为 非洲文明的核心价值 就是人与神 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和谐 号称三个和谐一致 这样的东西我们也有 只不过不使用价值这个概念 更不称之为普世价值 现在似乎可以窥见文明的秘密了 文明的秘密 在意志 也在结构 文明是有结构的 任何一种文明 都由三部分组成 方式 精神和价值 价值外化 就表现为精神 精神落实 就表现为方式 方式起表 精神区中 价值是内核 实为文明三要素 三大文明的次第辉煌 不过是文明结构的层层展示和打开 也许 这就是历史 六 关键时刻 历史是一盘难以猜透的棋 常常看的人暗自心惊 不明白那神秘的棋手 再怎样敲打键盘 比方说 同为第一代文明 为什么资格 最老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 年代接近的哈拉巴 克里特 奥尔梅克都湮灭了 唯独我们说过仅存 同为世界性文明 为什么罗马会灭亡 汉唐却能延续发展 为什么文明三要素之谜 要由中华 伊斯兰和西方现代来揭晓 为什么前一种秘密大白于天下后 就会有另一种文明来接受 为什么解开密码的次序 恰恰是方式 精神 价值 为什么历史的顺序 刚好跟逻辑的顺序相反 这些 都是需要破译的达芬奇密码 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 那就是 只有中华 伊斯兰和西方现代 才代表了三代文明 三种类型 三个时代和文明三要素 同时最具世界性 因此 这三大文明 有可能就是文明意志的集中体现 当之无愧地 可以称为第一世界 也因此 我们民族必将被赋予新的使命 再次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 至于赋予者是谁 并不重要 如果你愿意 也可以管它叫历史 泉州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 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海上交通自古就非常发达 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 同时 世界各大宗教 也随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而传入泉州 使它成为一座 具有世界性宗教文化特征的城市 这不是想当然 前面说过 文明是液态的 液态的文明 犹太像油 西方像酒 伊斯兰像奶 中华像水 水是开放的 兼容的 平和的 原本纯净而素朴 纯净 故天下皆能与之相和 素朴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的确 上善若水 什么信仰都没有 反倒有可能 容得下所有的宗教 所有的信仰 你要信上帝吗 可以 你要信真主吗 可以 你要信佛祖吗 可以 你要我跟着你们信这个信那个吗 也可以 反正祭神的时候 我们不过 玄当他存在 既如在 祭神如神在 这神叫什么名字 是哪个叫的 根本无所谓 于是前有三教河流 如 道 世 后有五族共和 汉 满 蒙 回 藏 中华文明的大发展 中华民族的大团圆 就这样实现 南宋 到明初五六百年间的中国福建泉州 甚至为世界各民族的宗教 创造了一个和平共处的环境 相互交流的平台 当时的泉州 方圆三里之内 佛寺 佛教 道观 道教 神庙 印度教 教堂 基督教 清真寺 伊斯兰教 礼拜寺 犹太教 还有祭祀孔子的文庙 祭祀关羽的关帝庙 祭祀妈祖的天后宫 六大宗教九种庙与比邻而立 积进摩尖擦背 摩尼教的草庵 虽然不在这三里之内 却与花岩寺共处同一山头 只不过你在这边 我在那边 山头可以共享 寺庙也能 比如 开元寺是佛教的 里面却有道教和印度教的神像 室里在佛祖两旁的 则是黑人 真五庙是道观 却同时供奉佛像 还专为穆斯林 辟出一块做礼拜的地方 不同宗教的信徒 甚至可以在同一个地方 举行各自的仪式 你拜你的 我拜我的 没有冲突 只有祥和 这是怎样的一种文明奇观 能创造这种奇观的地方 岂非有着内在的神奇力量 有这样神奇力量的民族 岂非应该为所有文明的对话 搭建一个开放平台 尽管这个平台 也只是将来建立起 全人类共同文明的 一个过渡和挑板 那才真叫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事实上 当今世界需要的 正是这样一个开放平台 这个平台 也只能由没有宗教和信仰的文明来搭建 没错 信仰是个好东西 一个人真有信仰 就不但会有底线 还会有境界 一个民族真有信仰 则不但会有凝聚力 还会有持续性 这可以由历史来证明 历史上的文明 有的无宗教如希腊 有的多神教如印度 有的一神教如伊斯兰 结果怎么样呢 无宗教的昙花一现 多神教的偏安易于 一神教的走向世界 显然 只有一神教的信仰 才是真信仰 一神教的文明 才有世界性 因为多忠心即无忠心 多信仰即无信仰 真理只有一个 信仰也一样 因此 一神教和有信仰的族群 往往更有文化自觉性 和文明使命感 西方人甚至认为 创造文明 是人对同类的秘律之职 这当然同样是好事 问题在于 世界上的一神教 并非只有一家 唯一的神 也就并不唯一 这下麻烦了 你也有使命 我也有使命 你也有信仰 我也有信仰 而你我的使命和信仰 又是格格不入的 这又如何是好呢 退让 那我的就不叫使命 不叫信仰 不让 可不得打起来 所谓文明的冲突 便由此而生 尽管冲突的背后 有利益的驱动 这时 中华文明便应该有所作为了 中华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 不来自信仰 而来自历史 是的 其他直接从原始社会诞生的第一代文明都湮灭了 现存的文明中 世界性的西方和伊斯兰 地区性和民族性的斯拉夫 非洲 拉美 印度 日本 都有宗教和信仰的背景 从史前时代直接诞生 没有宗教和信仰 却又有世界性 而且能长期延续的 只有中华文明 这是全世界的唯一 如此独一无二 不能不让人怀疑 是历史出于文明的意志而埋下的伏笔 也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文明是什么 宗教和信仰的意义又是什么 是啊 人类为什么要有宗教呢 是因为要有信仰 为什么要有信仰呢 是因为要有核心价值 有价值和价值观 才会有精神和方式 由此创立的文明 也才可持续发展 可见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 核心价值才是关键 它是如此的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 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 以神域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现在事情十分清楚 我们民族能不能实现伟大复兴 进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关键就在核心价值观 没有核心价值 或者价值观不恒定 经济再发达 也只能是身强力壮 东张西望 钱包鼓鼓 六神无主 然而这里面恰恰有麻烦 麻烦并不奇怪 因为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 确实叫难保证价值观的恒定 回顾历史就知道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先前也曾有过全民共识 比如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 前者适应于小农经济 后者适应于计划经济 所以辛亥革命以后 儒家伦理可以充当维持会 改革开放以前 斗争哲学可以充当纠察队 可惜时至今日 他们都必须下岗 这不仅因为我们遭遇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更因为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 都不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显然 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唯一的办法是重建 重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 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在这个关键时刻 我们有必要重新发现自己 打铁还得自身硬 看得清 自己才看得清世界 是啊 为什么在史前时代 我们跟世界和民族 走着相同的道路 一到文明时代就分道扬镳 走上独特道路的中华 为什么会在其他古代 和古典文明陨落之后或之时 反倒如日中天登峰造极 然后又圣洁而衰却衰而不竭 是什么在导引着我们的步伐 又是什么在顽强地支持和维系着 这古老的文明 如果我们的道路命中注定 有如黄河九区十八弯 那么大海在哪里又是什么样 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3700年以来 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是的 命运和选择 鸦片战争前 多半是命运 鸦片战争后 我们开始选择 而且是在世界历史和国际社会的背景下选择 因此 重新审视3700年 首先要有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 其次要有科学态度和价值体系 如此 我们才能看清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 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 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 也才能理解文明的意志 明确中华的位置 这就是一中天中华史的任务 本文关于伊斯兰文明部分 陈蒙米兽江 哈泉安两位先生指导和神月 文明求同 文化存异 吸引用马卫都先生观点 仅此致谢 附录 达读者 关于三个世界 问 全球文明分为三个世界 这种说法以前有过吗 达 从未有过 但三个世界的说法是有的 其实 在世界大同的理想实现以前 划分天下总是不可避免 西方中心论的时代 世界被分成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 冷战时期又分为两个阵营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 这是按照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来分的 1974年2月22日下午 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时 正式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 毛泽东说 我看美国 苏联是第一世界 中间排日本 欧洲 加拿大 是第二世界 咱们是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亚洲除了日本 都是第三世界 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 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这是按照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来分的 三分法原本就比两分法好 按照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来分 更是比按照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来分好多了 不过 按照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来分 我们是第三世界 按照文明的软实力来分 我们是第一世界 问 你这样说 有依据吗 答 有 首先 我有标准 这就是 一 人口 二 面积 三 影响力 四 知名度 五 在国际社会和人类历史中的责任 义务 担当 六 在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影响和作用 而且 我也有数据 西方现代文明圈 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8个成员国 以及瑞士 芬兰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 总人口10亿 伊斯兰文明圈 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57个成员国 总人口14亿 中华文明 总人口14亿 斯拉夫文明圈 包括俄罗斯 白俄罗斯 波兰 乌克兰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等国 总人口3亿4千万 印度 人口10亿 非洲黑人 总人口6亿 拉美 总人口6亿 日本 人口1亿2千万 显然 按人口排名 前四名是伊斯兰 中华 西方 印度 但加上面积 影响力 知名度等指标 得出的就是我那个结论 第一世界是西方 伊斯兰 大中华 第二世界综合排名为斯拉夫 印度 非洲 日本 拉美 犹太 问 这个结论会被公认吗 答 不会 文明的话分 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 众说纷纭的话题 就连世界上和历史上 有多少种文明 都没有共识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提到了26个 其中 直接从原始社会 产生的较第一代文明 包括埃及 苏美尔 米诺斯 古代中国 安蒂斯 玛雅 由此派生出来的 较亲属文明 或子体文明 包括赫梯 巴比伦 古代印度 希腊 伊朗 叙利亚 阿拉伯 中国 印度 朝鲜 西方 拜占庭 另外还有五个中途 妖者停滞的 即波利尼西亚 爱斯基摩 尤牧 斯巴达 和奥斯曼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则认为 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文明 是西方 中华 日本 印度 伊斯兰 东正教 拉美和可能的非洲 号称七大 号称七大或八大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 提出十二文明体系 中华 西欧 美国 斯拉夫 伊斯兰 犹太 拉美 西亚 北非 非洲黑人 日本 印度 加拿大 至于佛教文明 有争议 有学者认为 只存在佛教文化 没有佛教文明 问 你用不同的色彩 来表示不同的文明和文明圈 有说法吗 答 黑色代表非洲 似乎无需说明 浅蓝代表犹太 也不成问题 因为那是以色列国旗的颜色 蒙古和泰国 缅甸 老挝 柬埔寨等 都是佛教国家 因此用者皇代表 斯拉夫文明的特征 是斯拉夫加东正教 拉美 史玛雅 阿兹特克 印加等本土文明 加天主教 日本国旗 红白两色 中和以后就是粉红 这也是樱花的颜色 只不过进现代以后泛蓝 这三种文明 都有红有蓝 因此也都是紫色 不同的是 斯拉夫偏红 是红紫 拉美偏蓝 是蓝紫 日本偏粉 是粉紫 至于印度文明 则只可能是咖啡色的 因为跟西方的蓝 伊斯兰的绿 中华的黄 非洲的黑 日本 拉美 斯拉夫的紫 都不搭界 但也不灰